凹浅电话打来的时候 封小小基本已经听两只大鸭说完了 关于北欧阿萨神族与盘古一战的事情 认真说起来的话 阿萨神族这一次的运气真的很差 简直就是特地撞到枪口上去了 由于法则的限制关系 现在的盘古并不能完全发挥自己的力量 他的身体承受不住他的全胜状态 现实法则也无法让他的力量完整在线于这个世界中 而少数能例外的场合 只有类似世界之术这样混沌碎片气息浓郁的各族圣地附近 这还必须得是对方 比如说这一次的世界之术 愿意抛弃自己的守护神族转而主动配合他的情况 奥丁率领阿萨族去与盘古对针的时候 已经事先预想过了最糟糕的状况 无非就是再一次诸神的黄昏罢了 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重新生长的世界术被盘古掠夺了法则 于是在那里 他们遭遇到了比诸神黄昏时还要更为严峻的事态 仓促明白过来这些之后 奥丁只来得及藏起维达尔 将北欧最后的希望全部寄托于这个儿子的身上 自己则带着其他的战士们慷慨负义 可惜照封小小对维达尔的性格判断 对方显然不是一个愿意乖乖听话的好孩子 更别说他还从来没把奥丁的神韵认真当回事过 接完电话抬起头来 刚把依依叫进后院的封小小没了半上才转过来 恐怕我们已经晚了 敖哥刚才说盘古已经回来了 所以北欧那边大概也已经被解决干净了 包括维达尔在内 依依肩上分别停着两只大鸭 闻言无措地问了句 那我们还过去吗 盘古 杨烟注意到另外一个关键问题 奥谦看见他了 封小小柔柔太阳穴 很是头疼的样子 嗯 我们也认识的 是那007扬言叼着半截烟头 目燃了十秒钟 然后才恢复 这个世界真是奇妙 确实很奇妙啊 一个曾经和飞联交手 在电视新闻里各种活跃揭露黑幕 一看就非常正义向上讲义起的江湖热血男儿 其精分之后的真身 竟然就是自己等人想要找到的盘古 慈奥 这哪个魂球座的狗血人设 先不管奇妙不奇妙的了 封小小烦躁白首 我还是和依依赶紧过去的 就算为大尔真死了 最起码死要见尸吧 由于距离有些远的关系 就算开车一路踩油门到底 也未必能在最短时间内赶到 而有依依就不一样了 精卫带个人估计也就两三分钟的事情 当然拖到明天是更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都已经算是很晚了 再拖到明天没准连骨灰都看不到 杨言本来还有些不放心 但既然盘古都已经回来了 想想那边也不可能有什么太棘手状态 于是终于点头认可 一鸟驮着一人从陶一巴后院电射般冲向天空 两只大鸭嘎叫着飞上去带路 挥会儿后 夜空中的一大两小三个黑点 就消失在了云端 一整夜都没有任何消息传回来 到了第二天 乖巧地将你准备去替依依开店的时候 才在门口见到了拎着早餐带回来 正准备掏钥匙开门模样 身上衣服都沾满了露水湿润气息的风小小 嗨 风小小有些疲惫笑笑 举起早餐带示意了一下 正好我买了早餐 小小 经理的眼睛几乎是瞬间就亮起来了 嘴巴一张正要说些什么 表情突然一变 身上的乖巧小动物气息 疏而变为大型暴躁狂犬 吼道 风希 你没事吧 一夜未归是不是被潘古纳斯 设下了阵法陷阱了 依依从后面探了个头出来接话 吃油先生 能不能先把店门开了 我们吃完饭再说 身为老板的风小小倒是可以随意 但他还得赶上班时间开店好不好 由于风小小和依依的回归 连根本不在中午前起床的扬言 都被行动派的吃油从床上拖到了客厅 忙乱闹腾的洗漱之后 终于大家都坐到了早餐桌上 风小小才开始详细讲起昨夜的事情 我和依依找到世界树的时候 那里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奥丁的尸体被挂在树顶最高之上 风小小叼了根油条 咬一口叹息道 世界树旁边的泥地都被血染透了 还有各种兵器和斧凿劈砍过的痕迹 奇怪的是 除了奥丁的尸体以外 其他诸神的遗体一具都没有找到 顶多只有些断掉的兵器盔甲什么的 搜索现场花了一点时间 收尾打扫又花了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两个这才回来晚了 奥丁的两只大鸭不吃不喝 正停在窗户外面的一棵大树上 私生哀鸣 如同人类豪酷一样不肯停歇下来 可以预见 有这两个东西在淘一巴这么呆着 不想触眉头的正常人今天估计是都不会进来光顾了 风小小被这声音弄得有点烦躁 狠狠再撕一块面包丢进嘴里 但也不是完全没好消息 我看了看地下的情况 世界树的根被撇断了两条 估计是维达尔拼死干的 短时间内看起来是恢复不了了 我们大概还能争取在这段缓冲期里做点什么 做什么 比如说 扬言反问 比如说拼命呼叫席哥 扬言面无表情吞进最后一口牛奶 起身 我还是到二楼 给三姐送份早餐去吧 早间新闻被插不上话的一一顺手打开 然后一条播报完毕 正开始放另外一条室内热闻的时候 007的脸突然就这么从屏幕里蹦了出来 各位观众 大家早上好 这是昨天夜里突然发生的一则意外事故 由于打雷关系 昨夜凌晨时的湖心公园突然 风小小迅速侧头一口豆浆喷到了地板上 而后飞快捞指尽惊叫 攀谷怎么上早间新闻了 不是特别访问的记者吗 降职了 盘谷出现 杨烟理所当然又坐了回去 记者各个节目跑是长事 他比较大排 但毕竟不是主持 赤油终于见到传说中的盘谷什么模样 捏了个包子问 这就是盘谷 然后反头颇为疑惑问其他人 既然知道他的真身直接杀了 岂不干脆 桌子上短暂的沉默了一个瞬间 扬言沉思半晌 皱皱眉仕途和赤油讲道理 首先第一点 我们毕竟是法制社会长大 真要动手杀人 不是那么简单 就能做好心理准备的 第二 盘谷从根本上来说 也是不死不灭 所以干掉一个肉身 其实也是治标不治本 第三 零零七是无辜的 既然已被盘谷计身 他就已经不算是无辜了 赤油撇撇嘴 你别忘了 北欧卓叶才被途径 血油未干呢 这个 说的也是啊 杨烟和风小小对视一眼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又是典型的牺牲艺人 还是牺牲更多人的问题 又是几颗大包子啃下去 吃油这顿也差不多了 摸摸肚子站起来 要是你们不肯动手的话 不如我替风希去了结了他吧 这人现在还在 啊 胡心公园是吧 看了看电视屏幕里 还在兴高采烈的一脸惊奇 给镜头介绍 公园里打雷起火痕迹的零零七 赤油很快锁定对方所在位置 亲你表将子 让我们再想想啊 风小小确实很不耐烦 现在这样被人牵着鼻子跑的窘境 但冷不丁地让他果断说出 好吧你去干掉他 这样的话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赤油的觉悟本来就高 人不仅是从上古时期 两军厮杀阵里走出的魔神 这一世又在江家觉醒受训 对于杀人完全没有不适应 所以他当然也就不能理解 其他人心中的纠结 面对盘古本尊的时候 不管风小小或是扬言 都不会有二话 可如果是对什么都不知道的 零零七状态下手 即便向来不是走深沉路线的风小小 此时也是忍不住的蛋疼纠结了起来 一手拉住月月浴室要跳出去 进行愉快杀人活动的吃油 正在考虑该怎么开口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门外就这么传来了敲门声 紧接着一个大家几个月都没听到的声音 淡淡从门外传了进来 小蛙 后院树顶的两只大鸭扑通扑通两声摔了下来 腹下身体张开翅膀贴住地面瑟瑟发抖 头都不敢抬一下 杨烟愣了半晌一时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 风小小也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眼睛一亮简直不能更惊喜 解决问题的旧情道理有没有 当然反应最大的还是吃油 他眼睛猛地一下瞪圆 瞳孔中有星红的血色悄然浮现 鹅顶上两只尖锐羊角也渐渐地顶了出来 吃油现在已经完全把盘骨甩到了脑后 因为他突然发现眼下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解决 你妹这声音化成灰他也认得 吃油的身体膨胀着 皮肤下一块块坚硬的肌肉鼓起 青筋浮跳着凹了出来 鹅顶的一对羊角尖锐锋锋利的令人胆寒 透出金属般的暗雅光泽 在他的眼中 星红色的系统几乎鲜艳得像是要滴出血来 一阵阵毫不掩饰的恶意气息从他体内弥漫着翻涌出来 磅礴沉重的几乎能令人窒息 两手虚握在猛的一张 呈的一声 食指指尖上的指甲就突然变成了如瘦类般的尖爪 尖长如刀刃 就像是突然弹出一副铁爪 舌尖舔了舔干燥的唇角 赤油血红的系统紧紧盯着紧闭的大门不放 似乎透过门板看见了那后面站着的什么人 他露出了一个有些兴奋又有些嗜血的微笑 低声呢喃 千言是 三个子刚刚滚落尺尖 赤油突然整个人猛的如电射般弹了出去 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之前已经突兀地出现在了门前 高高扬起风锐铁爪就要向门板踢下 而就在这个时候 门板就突然更加突兀地飞炸开了 伴随着四架飞射的木块碎屑 一条青色的蛇尾猛地轰进了门里 一声令人头皮发麻的巨响声后 吃油的身体在半空中被直接命中 一笔刚才冲出去时更快的速度 又被狠狠抽飞回来 在地板上砸出一个大大的地坑 风小小扬言 二哥是不是也突然觉得这情景好生熟悉啊 风小小征询般抬头问扬言 扬言咳嗽声 你是不是想起当初西哥第一次上门时候 他的意识突然从小江的身体里挣出来的事下 果然是 看着坑里那个被抽得似乎气绝 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劲的倒霉魔神 风小小突然感慨万分呢 简直就是历史重演呢这个 门外一片烟尘中 一个修长的人影拖着蛇尾缓缓滑游了进来 他似乎尤未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淡淡一皱眉 方才护干有试杀之气 怎么回事 这个月的时间过去 福西身上却仿佛一点改变也没有 甚至不夸张地说一句 就连他身上的衣服也还是几个月前穿出去的那一套 漆黑无波的目光在房间里平静地扫了一圈 福西终于发现了坑洞里的吃油 又是这小辈 短短几个字居然也带上了几分无语的意味 想当初他刚来的时候就遇到这么一出 现在竟然又是同样的事情 这人偷袭自己有眼 等到福西都走到了自己身边 手指摸上自己的头发 风啸啸才反应过来这不是发呆的时候 一把捞下头上的爪子抓在手里 风啸啸惺惺眼激动 西哥你回来得太是时候了 当然如果能再早点就更好 那个世界术 话还没说完 福西已经淡淡点头打断 我知道了 可是我还莫用说完 这次我提前出关 为的就是这个 被拉住一只手 福西还有一只 揉了揉风小小的头顶 然后有些微凉的指尖顺势滑下 眷恋地抚摸着风小小眼角 从出现后就一直没能完全消失的那片蛇纹 唇角牵出一抹清淡的笑意 所以那树被种下了吧 由同一个混沌碎片孕育出来的法则 只可能存在于一个机体中 当新的世界树被种下并扎根的时候 原本被挖走了主根 只靠着树身中残余力量支撑的那颗空壳 自然也就以极快的速度迅速枯萎了 原本福西找到他时 只感觉灵气略有萎靡 但比起外界来却还是好了许多 所以他当时也并不知道 地底的根系已经被人盗走 而现在察觉了 当然就第一时间赶回来了 风小小一听福西这句话 就把事情猜得七七八八了 大概是老树和新树的法则过渡时 让他察觉到了端倪之类的 既然明白了就好 风小小松口气 再忙说出另外一个消息 还有盘古 我们也知道是谁了 这文印 福西倒不在乎世界术 正想关注一下自己更感兴趣的问题时 忽然就听到了这么一句 未说完的话顿时一顿 咽回猴中 盘古 扬言这会儿已经把昏迷中的赤油 从坑里捞出来了 搭到自己肩上 顺嘴天外飞来一笔 还有你女儿 也住我们小区 希哥 要不要去见见 福西突然发现 分离几个月之后的现在 他似乎有点跟不上节奏 女拔睡宝一觉起来后 分外满足 一夜的奔波都有价值了 虽然头一天晚上被人捆起来丢在水里泡了一夜 还是盘古在洋洋二人走了之后赶到 才把自己和行天的脑袋给捞了出来 但尽管弄得这么狼狈 只要一想到女娃今天一行人脸上会出现的表情 女拔就有了一种快意和仰天大笑的冲动 打赢了又怎么样 结果还不是被盘古耍得团团转 真正的世界之术已经种下 阿萨神族也完了 这些人本来还得以洋洋 现在知道自己上当了 这逆转的事实 简直就像是响亮的一耳光狠狠抽到了他们脸上 想到这里 女拔就高兴得连吃饭时候都压不住翘起的嘴角 她简直恨不得现在就冲过去 好去亲眼看看那些人现在的样子了 吕大妈一顿早饭功夫 忍不住扭头往女儿方向看了好几次 心情这么好 睡一觉的功夫发生什么好事了让她这么高兴 莫非女儿做春梦 好容易一顿俩人都心不在焉的早饭吃完 女拔打了声招呼后抓鞋包包就往外冲 吕大妈简直连拉都拉不住 这孩子 脸上都说了今天要来的还往外跑 真是的 吕大妈在后面跺脚咬牙 女拔在前面跑得头都没回 她一颗急欲围观别人苦闷表情 医血昨日耻辱的幸灾乐祸之心实在难以按捺 本着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的心情 女拔还格外热情地邀请小伙伴们一起组团酱油 比如说昨天一起出来刷副本 然后今天还没来得及回去的飞帘之类的 对了 行天也不能落下 一代魔神被砍了脑袋在水里憋了半个钟头 这愁不可谓不大呀 能看看杨言和赤油便秘脸色 也算血恨了不是啊 于是如此这般 女拔爽快打完几个电话 把能想到的几人都挨个通知一到之后 整整衣服又补了个妆 一甩头发就这么向着陶一巴绰约生姿而去 她现在还不知道的是 今天的陶一巴里多了个人 伏西走得确实是太久了 飞帘在掠走路西法的那一次出场 只能算是打响了一个信号 而紧接着在伏西走后 江里的身体出现异常 女拔也突然现身 再有火狐世界 以及中二六扇门强势刷存在感 再以及世界术引发的北欧陨落等等 这一段时间以来 陶一巴附近的格局几乎改变得翻天覆地 风小小是真心松了口气呀 伏西只要一回来 很多事情那根本就不算事 东一郎头西一棒子 把最近发生过的事情颠三倒四都倒了一遍 也是伏西理解能力不错 再加上远古时候 老婆一激动起来说话就已经是这个德行 于是虽然杂乱无章 但她还是都听清楚了 不仅清楚 大脑CPU还速度处理好资料 把事件一一给掳了出来 等到杨烟把吃油丢回二楼客房再下来的时候 伏西就已经换回了人形 坐在沙发上 手边一杯清茶刚好听到告一段落的时候 陈阴半上 伏西暗暗没脚 淡淡总结道 也就是说 现在共有三桩事情要办 一是北欧陨落 阿萨神族全灭 需要寻回华纳 代行神权 二是 世界之术已经扎根 战时被克制 所以线下 是要去把它起出来 三是 盘古真身 没错呀 本集演播 曼朱尔 最帅的圈圈 小裙子 班砖道长 隔壁张老三 蓝月儿 夜话